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 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这一系列课程 这几个我们来 看一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7个功能点 后端的一个 APCI的数据获取 这个数据获取包含哪些内容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主要包含的是 Task的一个单个数据的一个获取 然后第2个呢是 获取它的一个列表的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要装载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列表数据 然后第3个呢 也就包含着一个 全线认证 这样一个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当我们登录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获取这个Task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全线认证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挨个来实现 这几个功能 好 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 把我们这个代码先跑起来 好每次开发 就把这样一个 构建 抛起来 抛起来之后我们就不用再关心它其他的事情了 我们就只管 用它来进行一些测试就好了 好 启用 好了 在上节课里面呢 我们已经 使用到了 当我们直接 Gate ApiTask的时候 我们拿的是这样一个 一个列表 所以呢 我们 就要来完成这样一个 后段的一个处理逻辑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看一下 在我们的后段逻辑里面 我们这边的一个处理应该是在 Task Bz 连去 好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要处理的是 GetTask 和GetTask 那么第1步的话 我们要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Task 这样一个 任务的一个 属性 到底有哪些 好 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Labs DB 这里面可以看得到 有一只呢 没有写 所以说我们就不在这看 这里 Task Claim UpdateDate 这是更新的时候 当我们新增的时候 那么他的这样一些属性 就出来了 当然这里我其实我们可以加一个他到底的 是不是删除了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 还可以 怎么写呢 Delete 是否删除 你看其实我们这儿 也可以进行设置他一个 为Force 当我们更新的时候 我们也就需要把这个状态 一起给更新回来 所以呢我们这边 也就有一个 Delete 当然如果没设置 那么就是Force 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儿就需要去查询了 当然 因为删除之后 我们就不能再次做处理了 所以说他就 不再 查询这个 Task里面 里面了 所以呢我们这儿 要用到的就应该是 Db.Task Task Find Find什么东西呢 好 这个地方我们要给条件 很明显 就是Delete 的 为 Tool的 这些值 也都是我们要 Find的 当然 还有什么 需要改的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Task 是和 每一个人 进行关联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 用到我们这个 User的 一个 ID 看一下 所以 这边有没有一个创建者呢 好 看一下这里没有 所以这个创建者 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内容 当然 Creator 创建者 这个地方我们就先 随便模拟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Creator是通过我们这个 用户 验证来的 就是说他不需要 从前台去 去传递 所以我们这Creator是直接就可以有的 那这边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 我们的Creator 必须要是 这个 xx 然后这样的话 找到的东西才能够拿来直接用 直接用的时候我们就来接收我们的这样一个值了 Azo 然后这边呢是Tasks 注意了 当然 如果有错误 我们同样要先 给他 返回回去 之后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Tasks 进行一个返回 这个很 容易 好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请求 看一下是没有的 虽然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出来 创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创建的呢看一下 创建的时候我们就是A的Task 我们只需要 Body 传递一个Task name 那么就可以创建好了 所以我们先来创建一个Post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创建 所以呢 所以呢 写一个 Task name 好 注意了这个地方是黑的 所以说应该在这 这里其实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创建的 哦 醋 然后我们再 Gate 看一下 这个地方 创建的竟然返回 出但是我们查询的时候就 又刚好没有查到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 简单的看一下 这一个 我们如果不加条件的去查询 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 当然 这个地方为了我们的数据库一直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 把user 进行一个拷贝进来 当然 这里我们先 不做这一步 看一下这里 Deleted 应该等于Force 如果是出的话 我们是查不到数据的 好 看一下这边的话 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这已经有一个 创建者 创建的这样一个Task name 已经出来了 好 那我们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一个 就 创建好了 接着我们就应该来看我们的getTask 这样一个东西了 注意看了 我们的getTask的话 我们在 这个rots里面是怎么一个样子的呢 其实是有一个id 这样一个参数的 这个id 又应该 在哪个地方来拿得到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在这里 console.log palms 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 直接get 带一个参数 好 我们看这边 看一下 id 等于1 所以我们这个参数呢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拿得到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能够拿得到我们的id 也就是Task id 等于什么呢 palms.id 拿到之后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应该通过db 然后呢 去find 1 因为id嘛 id嘛 所以说他这个肯定是独立的 一个 当然这个id 也就是我们这个Task id 这样拿到之后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 用azor和task 来进行接收 处理方式也是比较雷同的 如果有物 next 就是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步骤 否则的话 我们的这个Task 就进行一个 返回 好 这样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边 当我们getTask1的时候 当然 这个地方还没生效 因为 我们这个 res 它会先执行 所以说我们要先把它 处理掉 然后这边的话 重启一下 看一下 注意了Task1找不到 找不到我们怎么办呢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可以拿到这样一个id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id拿过来 看一下 是不是就拿到我们的数据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Task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除了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呢 想一想 我们有拿到了这个单个的 还有这个 多个的都拿到了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授权 因为我们这个Task呢 是必须 是这个登录用户 才能做的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 授权的一个操作 我们授权里面是怎么做的呢 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log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方法 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 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个Token 这样一个数据 如果登录失败 好 明显它就会登录失败 我记得这个 应该是已经改过的 我们看一下哪有偏差 Insert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 Database 这个Database其实呢是 看一下 由于我们每次都没有删除 导致它每次都在这里面追加 然后呢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我们这个生成的一个目录 是不对的 生成哪去了呢 生成到我们的这个 Database 这个目录里面去了 我们随时我们要更新一下 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看一下我们config config里面的dbpath是当前目录的 Database 其实上呢我们应该从哪去找呢 注意看 我们这个 当前目录指的是哪一个呢 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的话可能有一些问题 虽然我们在这里应该怎么做呢 pass 这里什么呢 利用pass join 注意了这个地方 DIR name表示当前 的一个目录 然后呢 在里边 再来写 Database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我们生成的这个目录应该是哪 先把这些东西都删掉 我们来执行一次全新的 看一下我们这个 Database生成在哪个地方去了 我们可以在这儿稍微看一下 看起来没有 我们直接访问 OK OK 现在看一下呢 好 我们得从这边输出一下就知道在哪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在 这个地方来 输出一下 dbpass 到底是在哪 看一下 看一下 注意了 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他在我们这个config下面去创建了一个 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 那我们这儿应该怎么做呢 config 当前目录 然后回退一层 跑到我们这个dist 然后再来找到这样一个目录 那这样的话 就完全正确了 这个路径的问题一定要 多加注意 看一下 这个user 也就有了 Task 当然也是text打开 没有空的 好 这边的话是修正这样一个内容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测试 他应该是登录失败的 我们应该填充我们的 admin 才是 成功的 好 登录一次 刷新一次 好 现在我们来做这个授权了 我们刷新之后 我们再 看一下我们这边登录的一个逻辑 当我们登录之后 我们会更新什么呢 我们会更新我们的这边的 这样一个token和这个过去时间 所以当我们 登录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来 登录之后 我们就应该检查 这样一个 东西 那这应该怎么来做呢 首先我们在这边 建立一个 common bz 当然 先把标准的一个结构 先拉出来 它呢 是等于一个对象的 就是我们要公开的一个对象 这里呢 什么呢 set user info 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们要 首先要请求的时候 就要先把这个userinfo给设置好 这个地方怎么设置呢 首先我们 要把这个token拿到 这个token从哪儿拿 理论上我们会放在这个headers里面的一个叫 什么呢 这个名字我们就自己定了 就叫xtoken 这样就行了 会拿这个xtoken这个值 明显 明显 既然是这边我们还是把 db和config 先把db给拉过来 因为db是我们肯定需要的 好 拿到token值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在user里面去find 找用户 找用户来干嘛 找哪个用户呢 首先 我们在这个user里面存的 存的的是有一个token 看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值 user里面有什么呢 有这样一个token 看一下 还有过期时间 所以呢我们就 要查的东西就应该是什么呢 token值 然后呢是等于我们的这个token 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条件 也就是当前时间没有过期 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个 属性呢就叫这一个 然后他 要没过期 怎么叫没过期呢 也就是他的值呢 是要 大于 当前时间的 这个大于叫什么 就应该是什么呢 gt 大于哪一个值呢 date.now 如果这样 都能找得到这样一个属性的话 那很明显 我们这边就是对的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出错了 那我们很明显 我们就不 什么都不做 如果没出错 如果没出错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没出错 那我们的这个 userInfo 就应该等于我们这个user 如果没出错 出错了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直接走下一步 Next 那这样子的话就达到了我们set userInfo这样一个效果 具体应该怎么来看呢 具体的话我们就应该这个task 这样一个 里面去 因为它是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们就在 就是在这个 get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 先跑一下这段代码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先用 引入 BIZs.commonBilly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 先做处理了 首先 当我们访问这个task 请求的时候 我们要先 执行commonBilly.setuserInfo 然后呢 再来做我们真正的一个getTasks 那这样一个逻辑成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这边task 用get的方式 0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做验证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 简单的 测一下 getTasks 这个地方我们看能不能找到我们的 userInfo 好 这样谈一下 看一下 为空 好 所以是lock 那这个地方 我们 没拿到用户信息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应该跳转出去 所以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方法 叫 validate 验证 user info 这个地方就要来做处理了 如果没有这个userInfo 那么很明显 就是登录 就是失败的 所以说我们就要返回 所以呢这个地方很简单 直接判断 如果 没有userInfo 那怎么办呢 可以直接 send了 未授权 未授权 当然我们在之前的话可以 设一个state 401 否则的话我们就直接next就好了 当然 这个地方还需要return一个 这样子的话就达到了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 判断这个userInfo在不在 如果不在 那么就直接 出去 退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 先 要设置我们这个userInfo 然后呢 我们再来 验证我们这个userInfo在不在 没在 不好意思 那么就退出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很明显可以弹出一个未授权 那这个地方如果要显示他让他成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用这个user进行一个 登录 当然 登录的话我们必须得采用 这种方式 登录之后我们已经拿了这个token了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token 作为一个值 传递给后端 所以说当我们访问的时候 从gettask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一个 xtoken 然后用这个值 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就返回我们的这个0出来了 另外我们如果改一个 好 私利要未授权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认证 既然这些地方都要使用 这个步骤 那么很明显这两步我们都是需要的 所以呢 这也加上 这里也要加上 只有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 整个的 才是 正常的 当然 这个添加的地方也少不了 而且 这个顺序也不能交换 必须要先验证 然后再来做最后的一个操作 好 现在这个登录验证也已经有了 之后呢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内容了 这个内容 什么呢 我们这个db的话 我们最好是怎么做呢 这个user 这个db 我们最好是 生成好一个之后 直接 将他 怎么做呢 直接将他复制到我们这本地来 因为我们不是每次都需要去重启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停掉 然后呢可以把我们这个user和这个task 这两个 都复制到我们的这个database这里边来 待会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复制这种方式直接过去跑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还要改的地方是什么lab这边有一个 添加的这个代码 我们给它注释掉 这样子之后的话我们就得 我们的这样一个 内容就算是比较完整的了 当然我们再来试一下能不能跑得起来 或者说他重新给我们创建的一个地方去 看一下 这边是新创建的还是复制过去的呢 我们从这儿 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是新建的 这样的话是不太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使用的一个 逻辑的 我们真正要做是从什么呢 是从这个database 复制过去 那这边 我们就需要 更改一下这个构建的 这一块内容 清空 我们没得说 然后copy file 就是 gss copy过去 也没什么问题 这地方的话我们就还要 不仅仅是 js这个要拷贝过去 我们还需要拷贝的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参数 修改为 宿主 好注意了 我们还需要 考的是 src下面的 database 下面的 信号 db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再试试 当我们 这样子的时候 看一下 启动之后 注意了 注意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这个路径不能写的这么 全面 写全了之后 它会复制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我们要在 这个地方 写一个 新号 表示是 模糊路径 就是 模糊匹配 所以这样子的话 看一下 不见了 不见了 然后这个user 也就复制过来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 情形了 好 再来 最后看一下我们这个 API 首先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登录 登录之后 会给我们传递一个 会给我们生成一个 Token 出来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Token 作为一个header 然后 去 请求 比如我们这些Task 这些内容 那么就请求的到 get post 也是 put 也是 如果这个是错的 那么很明显 可以给我们提示一个 未授权 然后错误代码 401 这样一个状态 好 这个呢 就是API的一个 授权 我们再回到 这几个的一个任务点里面 看一下 单个数据获取 我们完成了 列表 我们也做到了 全线验证 好 这个地方我们也 实现了 那么最后呢 就一个 客户任务 利用 JWT 实现API的一个 全线验证 其实这里面呢 我们没有用的 我们只用的这个 JWT 干嘛呢 生成我们的这个 Token 实际上呢 还有JWT 可以帮助我们来 做这个 全线验证 这个呢 就是Express JWT的这样一个 包的一个功能 下去呢 可以尝试一下 用 它来实现 我们这个 全线认证 其实思路呢 是大同小异的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 先到这里 下节课再来继续 OK